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比较大的门户网站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我发觉搜狐有关马三家 走出马三家这篇文章搜狐上还有 今天我没查 但是在今天早晨 每每时间今天早晨 我看有网友留言说 没错搜狐上还有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看来马三家这件事情被拿出来 并不是刘云山 李长春他们很愿意直接拿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涉及到刘云山 李长春自己本人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了 这些管教的 当时江泽民控制整个政治局常委 就是靠主要靠了政法委书记和主管宣传的 李长春这个角色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所谓的政令部出中南海 就是跟主管宣传的部门的官员 完全是江家帮的人马 是直接相关的 对吧 不在舆论 在舆论上没有 在该宣传他不给你 胡锦涛说要干嘛 人家李长春不干 江泽民不干 李长春就不干 刘云山一直在控制的 一直是中宣部长 那就整个控制的宣传系统 这一次我们看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出现裂痕了 马三家这件事情 今天他拿出来的内容 我说早在十几年前 我们看到最早的报道是2000年 就已经出现了 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在当时西方的媒体 很多媒体也登了相关的内容 其中以美国的美联社 登的内容比较多 但是也是有这个问题 当时是真的 是假的 有人也提出这种说法 结果在这一次 马三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美联社在第一时间 跟了一篇报道 咱看看美联社怎么说的 马三家的黑幕 与法轮功十年前的投诉 是相吻合的 这是中文翻译的文章 由看中国的网站翻译的 文章又把走出马三家那篇文章 简述了一下 他讲说这十四页之长的报告 根据对前囚犯 检察官前任和现任教官的采访 描述了囚犯们被关小号 被电击上大挂 绑死人床等等 紧接着讲说 虽然劳教所滥用酷刑以广为人知 但这份报告却罕见的出现在中国国内杂志上 并且其详细程度震惊了所有中国人 这份印在一本没有什么名气的杂志上的报告 被放在了网上 并迅速的传播 星期一成为四大新闻网站最热门的故事 直到被审查拿下 其后其他网站也在进行转载 文章讲说 法律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抓住机会 重申结束劳教制度的呼声 社会学家于建荣 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写 马上废除劳教制度 那于建荣是比较有名了 有160多万人 关注他本身的情况 而美联社的记者呢 采访辽宁省司法部门 辽宁省司法部门拒绝接受采访 那美联社的报道接着讲 劳教制度是中国大陆更为广泛的 惩罚制度的一小部分 它允许警察未经法庭审判 法官审查 而将人监禁长达四年 那劳教做法本身完全缺乏司法审查 违反了中国宪法 近几年来 警察越来越多的用劳教的方法 让那些对地方官员不满的普通上网人 能够晋升 那文章紧接着提到说 他采访了南开大学的法学教授 叫做侯心一 侯心一表示讲 我听说过这个制度下的 威非作戴行为 但是这份报告超出了 我所了解的底线 我怀疑最高领导人 是否知道下面发生的情况 如果是真实的 这份报告将帮助政府 强化他们解决问题的决心 实际这份杂志 对马三家教王所的酷刑报告 与法轮功修炼者十年前 所做出的投诉是相吻合的 法轮功修炼者称 马三家是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 最暴力的强迫洗脑中心 我觉得这话就说的就很难 十年了 你难道没听过吗 你作为法学专家 你难道不知道吗 那作为法学专家 你难道十年之间出现了高智晟 你难道不知道吗 那高智晟在2002年 是全国的著名的十大律师之一 难道你不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提出来的 这个概念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不是什么政府叫如何如何的问题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你今天开了宫射出了箭 这箭回不了头了 所有的西方社会在面对着这么一个问题 你要干嘛 你怎么办 你怎么面对你曾经做过的 因为我说你怎么面对 是因为你现在是以 还是以共产党独裁的社会 你揭示出过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吗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马三家的事情被揭示出来 直接提到就是人权被迫害 谁的人权 中国人被另外一批中国人迫害 对吧 这是很清楚的 那有关这个人权的问题呢 很多在中共的宣传部门的眼睛里呢 永远是西方的一小撮 有人说包括石涛了 西方的一小撮 对党的污蔑一直这么说 结果今天呢 在他揭示出马三家的这件事情的第三天 德国之声的一篇报道这么说 中共政府一反常态 主动找德国谈人权 文章介绍了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情况 然后紧接就提到星期三人权组织大社国际提到有关2012全球死刑统计报告 他讲说2012全球死刑报告当中呢 中国的被中共当局杀的人呢 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 那他讲说2012在全球范围内有21个国家执行了682次死刑 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执行死刑的数目都多 但这个具体数字一直被保密的 那人权活动人士估计 这一数字在每年6000到8000左右 2012他说全世界21个国家执行死刑682 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想到的活摘 对吧 就是原来中国按照他统计的人权活动人士说的 每年杀了8000人 有8000个肝 8000个心脏 16000个眼角膜 对吧 俩眼睛 16000个肾 一年呢 我们也知道从2002年01年到2006年 前后4年到5年的时间 按照中共官方统计的数据 有关器官移植就是65000 每年杀了这些人 一个都不能糟蹋 一个都不能糟蹋 都得原分的给别人 才跟那个数差不多 人血型 就是不同的血型 O型 A型 AB型 B型 血型还有四种的 也就是说被杀的人 跟要拿器官的人 哥俩 姐俩 姑母俩得商量好 我这根得给你啊 一点不能差 才能对上那数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黄杰夫到底在掩盖了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介绍完这些内容之后呢 他其实主要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在最近的时候 德国外交部其实公布了一个消息 讲中国政府以意想不到的速度 向德国发出了邀请 希望在今年5月份 在北京与中国政府代表 一起商讨人权问题 今年5月份 现在4月份 那中国政府第一个找的是 德国要谈人权问题 我们不知道这背景是什么 但是这种事情 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 德国本身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呢 是从原来的东德的 他是东德人 现在是德国总理 那德国总理默克尔呢 非常深深的了解 什么叫社会主义 和共产党的本身的独裁体制之下的人们 因为在他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他经历过那些想翻越柏林墙 来到自由社会的人 而被德国兵本身 东德的警察本身 开枪射杀的 这样的故事 在他的生命当中 曾经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马三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网上曾经出现了另外一张照片 那这是阿波罗网站登出来的 女人酷刑照 惊陷微薄 但火速被删除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上面这张照片 就是当时在网上出现的 这是个冬天 那个警察呢 是个女的 看起来三十来岁 那被打的这个女人呢 只剩内衣 那我们看到身上被垫的呢 应该是垫棍被垫的 被垫棍垫的那种伤痕 那个警察手里一手拿垫棍 一手拿着一杯水 我原来以为他是喝这水 后来指导是用这个水来泼这个人 这件事情是2000年12月 在北京怀柔看守所 受刑人叫做杨丽娟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 而这个杨丽娟 本身是个修炼法轮功的人 他是2000年12月24号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曾经首举真善忍横幅 之后遭此迫害 所以这就我说过 中国政府 中共当局呀 江泽民没做别的 在过去的时间里 他专门去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 当这样的人被迫害之后 那个地方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能呆的人 只能灭绝自己的人性 我没侮辱任何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头 在你的生活当中就这么发生了 自己想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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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